大家好,2023 WTT托尼斯挑战赛南丹资格赛第三轮,日本鹰田吕智3比1战胜国平陈元宇。 鹰田吕智,右手横板,削球打法。常见的削球一般是一面反胶,一面颗粒,用不同的性能制造不同的旋转,扰乱对手。 鹰田吕智打法很独特,是两面反胶,能攻能削,两面可以发力进攻,是很少见的削球打法。 8-7 目前削球打法已经很少,德国菲洛斯是倒板进攻,削中反攻很凶,希腊杰尔尼斯是吻削为主。 鹰田吕智发球很好,陈元宇接发球判断不准。 鹰田上手抢攻速度快,两面发力很突然。 陈元宇日常接触销球太少,国平一队已无销球,二队还有胡东山、王晨测。 陈元宇面对鹰田的销球,拉冲稳定性不够。 对旋转判断上已经有很大偏差。 两面反胶效球,进攻是方便,但旋转变化少,转得多,不转得少。 陈元宇对旋转的理解还不足,揭发球已经吃亏,自身拉冲失误多,无法控制节奏。 对鹰田的进攻,心理准备不够,仓促防守,这些都是输球的原因。 鹰田的打法,应该最初是进攻打法,成绩不佳,加上了小球。 用旋转节奏打乱对手,然后方便进攻,进攻的底子还是足够。 陈元宇临场应变不足,思维重点应该放在防守对方的进攻。 鹰田基本属于能消气版的攻球打法,先防住对手,然后保证自身稳定的前提下再进攻。 陈元宇攻防有些混乱,鹰田一直把握着比赛节奏,这也是国平小将比赛经验不足之处。 陈兴隐功夫,并玉拎 혼。 陈兴隐功夫,并算енным四合,千远 hör Pandora行与到操场,第三合,于五匹 specifically打法。 英田李治3比1战争成元宇,WTT突尼斯进入正赛。